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季圣满堂的杜演龙秀 我是你们白 我是依然达 我是你们的师傅 Simon 那今天呢 我们的影片可能会被人家骂 但是呢我也要讲 因为我觉得很有必要讲 那我们就要讲天眼的真相 耶 什么是天眼的真相 对 天眼的真相 诶 想必大家应该在网上网络上 听到很多人说 啊 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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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呢 我们今天就来揭秘一下天眼的真相 因为真的是实在太多太多的人 有这个误解 然后跑来问我们 诶 老师怎样开天眼 诶 是什么天眼 天眼 天眼 OK 所以呢 我今天就一支影片跟你们讲完 到底什么是天眼 那天眼呢 我们先讲 很多人呢 就说我有天眼 他有天眼 所有人都有天眼 就是说他们就以为 天眼是比阴阳眼还厉害的 然后有些人误以为 天眼跟阴阳眼是一样的东西 或者甚至是说呢 第三眼跟天眼是一样东西 或者是可能灵感比较强一点 他们就觉得是这个天眼 那其实天眼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很多人啊 多数只要是有天眼的人 他们是不允许被公开出来的 而且的话呢 天眼是会看到很多东西 那我们先来说 因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误解 这个天眼的东西 因为呢 现在啊 玄学圈里面一直流传这个天眼的东西 变成是一个流传开来的一个流行吗 是算流行吧 然后呢 他们就觉得 哦 怎样怎样开天眼 怎样怎样开天眼 那我们呢 就先来问大家 请问这个天眼你们开了有什么用 对不对 为什么你们一直要开 那其实甚至上说呢 这个天眼来说 你们一直在追求的这个天眼 你开了有什么用 跟你要用这个天眼来做吗 这样子 他这个后续 是不是你硬硬要去开这个天眼 反而是一个贪嗔痴的东西 因为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开 但是你就是因为贪法而要开 是不是Simon 师傅 对的 对的 其实这个天眼啊 首先我们说天眼在哪里 对 在哪里天眼 对 天眼在哪里 在眼睛 嗯 在鼻子 在哪里咧 在额头 对 天眼在哪里 对 其实天眼就是在你这里 对 你明白吗 嗯 很多人说是在这里 对 这里都没有东西 这是你额头 天眼在这里 天眼 这个是可以说是第三眼 那其实很多人就讲 哎呀 我有天眼 我有天眼 然后很多 甚至上啊 现在很多网红都会把这个天眼 做成一个标题 是一个trendy的东西 就是一个流行化的一个术语了 变成 所以变成呢 当我们以这么多年来的师傅来说呢 很多人来问我们 什么是天眼 什么是天眼 其实呢 你们所谓的天眼 只是第三只眼 那你看到的东西 根本不是你的天眼 如果你可以看见灵界 顶多就是阴阳眼 或者是第三眼 比较发达 什么叫第三眼 就是 就是我们的气脉轮点的 这一个第二个 就是叫我们的 就是第三眼轮 那这个第三眼轮呢 就是你们可以去 很强的这个能量 就很强的这个第三眼轮 它们就能量比较强 你就可以看到 比较多的东西 或者是说 可以看见能量 或者甚至是说呢 你可以用这个 所谓的这个第三眼 比较发达 可以帮你看到很多很多灵感的东西 其实这个天眼 对 有分两种 一个是阴阳眼 一个是天眼 对 那十多年前的时候 嗯 因为这个天眼 以前没有YouTube 抖音之类的 对 现在比较 比较 啊 怎么说了 就比较现金 然后全部人就在传发 对 就是说 我要天眼 我要天眼 天眼怎么开 怎么用 或者原神 这样子的东西 对 原神 然后 其实呢 会有天眼的人 他不会跟你说的 对 真的 然后 然后 这天眼 其实 最好是不要去追求 对 因为天眼不是大家 普通人能够追求的东西 因为为什么 天眼的话呢 是有记载的 那其实呢 这个天眼呢 是在佛经里面 大经里面有记载过的 就是有这个天眼 就是佛的有一些 他的这个能力啊 之类的 就是他的这一些法力 这样子啦 然后有其中一个呢 就叫天眼 然后呢 这个天眼只有佛友啊 为什么你们会觉得 你们都会有呢 然后为什么会有人 传你们都会有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有一点像 那个波旬的时代 就跟他说 末法时期的时候啊 然后很多这些 穿着袈裟 会披着他的袈裟 乱他的佛法 这样子的话 你们拿这个大经里面的东西 来去传 这个天眼的话 当然我现在一定 讲这种话 一定会给人家骂啦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一定要讲真相的 真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啊 这个东西啊 就是很多 就是穿着袈裟膜 在做东西 因为我们身为修行 然后我们不应该追求 这些东西 而且就算你有天眼啊 就算有天眼的人 有天眼的人 不可以跟你去说 他有天眼的 因为什么 因为呢 天眼 你们要知道一个人 有没有天眼 很简单 你只要知道 这个人能不能够看到 之前跟未来 跟现在会发生的事情 还有他看到见神 还是看不见神 那神是怎么样啊 那神是怎么样 你看得到 当然是不会跟你讲出来嘛 对不对 因为这些都是秘密的东西嘛 所以的话呢 天眼也是有跟着这个天命来看的 所以的话呢 不是每个人的天眼 就算有天眼的人 不允许被讲 而且再加上呢 这些很多灵界的秘密 神明的秘密 怎样可以给你知道呢 对不对 所以的话就是只能够 默默的去传法啊 或者是去教真相给大家 而且不可能 如果你有天眼怎样呢 你会比神厉害啊 是不是 这样你是比佛还厉害咯 因为如来佛有这个天眼 所以你们大家都有这个天眼 所以变成你们想一下啊 因为这个框架 一个人做出来 一个框架叫 天眼开 或者是我有天眼 或者解开天眼 天眼观看 天眼怎样 天眼怎样 那我问你们 这个东西天眼来说呢 有帮助到人吗 有度到人吗 还是只是要去贪法而已 对不对 所以变成呢 现在很多 越来越多 刚开始修行的人啊 可能他们心比较不定 就一来 师父怎样开天眼 你会开天眼吗 你有天眼吗 怎样开天眼 然后我就心想 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子 因为修行不是应该就来问我 师父啊 我打坐有没有正确啊 师父我的这个修行啊 佛经念的怎么样啊 就是好好的去修行 而且你们又不是修法二人 你们为什么要开天眼 对不对 首先我跟大家说了 天眼这个东西 对 不要去追求 对 为什么 第一天眼难开 对 第二天眼难关 对 就这两个最简单的 对 对吗 所以不要去追求 啊师父我要开天眼 师父我要开天眼 对 或者来找师父我要观天眼 师父我要观天眼 对 你要来找我观天眼 我会问你 你看到什么 对 你要分别的很清楚 对 什么是天眼看到的东西 还有什么是你脑幻想的东西 对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会把幻想的东西 讲他们是有天眼 比如说 我打造看见什么 清光 绿光 红光 看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想 啊 这个应该不是叫天眼 因为天眼不会这样子的 天眼的话不是这样子的东西来的 对 其实天眼呢 可以让到你看到很多维度的 对 上下地 全部给你看到完 前后 今时 全部给你看到完 这是天眼 这是其中一部分吧 对 真正来说在这个佛经 金刚经里面有七种眼 对 天眼 法眼 心眼 很多眼 对 只有佛祖如来佛有七个眼 对 然后你讲你有阴阳眼 还有天眼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变成呢 就是有一点像毁谤佛法了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天眼 为什么全部人都要追求这个天眼 佛经里面跟你讲 它有这个法相 这个法律 没有在你追求啊 对不对 它有记载啊 但是没有在你追求啊 为什么你要去追求那个东西 而且 你有天眼 你能够为这个社会 这个宇宙 这个整个神明 传什么东西 你能够教什么东西 甚至有人甚至跟我讲啊 诶 师父 我要开我的天眼 你们的神有没有帮我们开天眼 开了天眼 怎样怎样 我就可以看到所有东西 你看到了怎样 就算你看到灵体 你有去帮他 还是你要灭掉他 因为现在啊 现在很奇怪啊 年轻的修行人很奇怪 我有天眼啊 我要灭掉他 我有天眼啊 我要打败他 我有什么什么啊 我要灭磨灭磨 哇 做到很像那个 advenger 这样子 所以变成我感觉到 比较像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他们没有一个identity 就是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身份 身份 对 没有一个身份 然后宇宙也没有缘分 去给到他一个身份 所以他一直在找 所以他在这个天眼的东西 他们觉得 哦 我有天眼 我是其中一个 我是其中一个 因为现在是 很像 hashtag觉醒 hashtag天眼的时代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我身为 我们两个啦 身为师父跟 修行人 然后我们每天传福法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 因果的乱象了 再加上现在是九亿年 所以我没有办法 在 坐以待毙 不讲一些话 因为我真的是啊 因为啊 身为师父的我们呢 应该要去传 真正的这些 修行方面的东西 不要让大家 很像变成一个魔杖 或者是被阻碍 illusion掉 因为这样子的话 会很影响到 大家整个的修行 当然的话 很多人也是追求 所以 大家 我们来讲一下啊 今天这个影片 是我们传佛法 我们的事 不关别人的事 OK 不要在那边讲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就要讲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的观念 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不喜欢的话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没关系 但是呢 我不能够因为大家不喜欢或者喜欢而不传我要传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只能够跟大家讲 你们在这里呢 只能够看见比较真相 比较修行的东西 你们真的看不见什么法力啊 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除非我们做一些通灵啊 或者是巫师东西 或者是我们在做着我们的东西的时候 你们可能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但是你要跟我讲 在这里可以找到你的天眼 对不起 我这里找不到 真的 其实呢 天眼啊 对 他们只要跟我说 对 天眼我看到什么 对 我就知道 他一定是没有的 对 对吗 对 因为其实天眼不只是用眼睛 对 真正来说 天眼 他们叫着天眼 因为这个是其中一个小部分 对 天眼呢 其实还有用其他东西 对 我不要讲出来啦 我们不能我们不能讲 但是呢 就是只能够跟大家讲不要去追求 因为呢 你有天眼 然后呢 你有这些阴阳眼 天眼这些东西 你们知道你们拿到了 你的责任要有多大吗 你很多东西啊 你有时候不能够挡掉的东西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 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东西 所以其实天眼 你以为谁要开就开 是不简单的东西 很多有天眼的人呢 嗯 就想管 对 因为真的真的太大的责任 对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还没有准备啊 心里没有准备啊 对 然后你有这个 你会乱掉的 你有这个能力啊 对 你就会很压力 对 不然你有来做什么 对吗 对 对 不然很压力 然后很多人就是要关掉 对 但是 讲真的 天眼难开又难关 对 所以大家不要再追求了 真的很好笑 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一个trendy的一个修行的流行词 叫天眼观看 天眼什么 天眼什么 为什么在消费这个天眼的东西 这个是佛祖的东西 为什么你们一直在拿这个东西来消费 你们要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 这个天眼的东西带来什么效果 你们要知道 那我问你们 今天大家全部追求天眼 你们后面的这些东西有想到吗 这些后面是带佛法 带好的东西 还是因果比较多 你们自己衡量一下 你们自己衡量一下 你们为了要追求这个天眼的东西 因果比较重 还是佛法的这个福报比较重 这个你们自己看你们就知道 而且如果真正有天眼的话 你可以看到前世 后世 现世 还有所有的这些因果报应 还有宇宙的秘密 你都能看到 所以你们觉得 谁都可以看到吗 谁都可以开天眼 hashtag天眼 hashtag觉醒 就觉醒了吗 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这样多人来人间下地狱了 真的 真的不要毁谤佛法了 大家 你们停止毁谤佛法 因为这些呢 就是非常的不好 当然我们已经冒着 我们会被骂的风险 但是 我还是会做我自己 我还是会讲真话 所以 因为我不能够昧着我的良心说话 所以呢 希望呢 这支影片 不管大家喜欢或者不喜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呢 就尽量去和平一点 就是在我们的comment里面 佛光鼓招一点 不要在那边造因果 好不好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我要说啦 对 讲到天眼呢 如果我们的粉丝 有看着我们的独眼龙show 有跟着我们的独眼龙show 对吗 对 如果你跟着我们的这个影片 从第一个影片到现在 你们会发现到什么叫天眼 其实我们也是有强调很多次 对 如果懂了你们一看就懂 对 所以的话呢 很多秘密在我们的独眼龙show 有尽量的传佛法给大家 然后传一些真相给大家 那看不看得见 就是看你们自己的智慧 跟你们自己的缘分啦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想法 还有你还有什么影片想要看吗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选学不明白的问题 都可以我们帮你解答 在下面留言 然后我们计算满堂 督眼龙show 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哦 拜拜